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 神经科学系的徐成辉 我们实验室呢 近几年一直在研究 一种神经态 胆囊收缩数 CCK 我们首先发现 CCK呢 可以接导大脑的 常时辰兴奋连接增强 对于我们学习记忆的形成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俗的来说呢 CCK呢 就是我们大脑的 记忆的开关 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个成果呢 胆囊收缩数受体 解抗剂用于治疗癫痫 就是这样一个 转化神经科学的一个例子 癫痫是一种慢性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全球大约有3900万癫痫病人 更重要的是 药物治疗 对大约四分之一的 癫痫病人是无效的 因此 新型的抗癫痫药 仍然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在小鼠上 建立了慢性的 内液癫痫模型 这种小鼠终身 都会有自发的癫痫发作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鼠癫痫小鼠的发作次数呢 来判断我们 药物的治疗效果 实验结果发现 这个化合物能够 显著降低 小鼠的癫痫发作次数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 小鼠脑和人脑 有非常大的区别 小鼠脑表面 也没有明显的勾回结构 新皮层的比例 也较低 因此我们计划在大动物上 建立哺乳类动物的 癫痫模型 以进一步评估 我们药物的治疗效果 据我们了解 这应该是首个 大型哺乳类动物的 慢性癫痫模型 我们发现 CCK受体结抗剂YF476 能够明显减少 迷你猪的自发发作 其治疗效果 与经典的抗癫痫药 卡马西平 本土因那相当 而我们的剂量 会比它们更低 我们就这些结果 申请了美国专利 和中国专利 其中美国专利 已经受批了 另外我们还和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 合作开发 新型的CCK受体结抗剂 这些新的小分子 CCK结抗剂 将有更强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我们也希望 CCK受体结抗剂 能够在未来 成为一种 可以使用的抗癫痫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